最近收到很多后台私信 有好多小伙伴在质疑我们家毛绒玩具的质量 那今天就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治检环节 通常我们会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 人工检测 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治检员 会将有问题的产品调检出来 调检出来的产品会送到工人手里 进行修补 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二步 清洁整体 产品出厂时会粘连一些毛线和棉花 这一步会给产品清理干净 第三步 检测断针 这一步会将产品放进专业的机器里 如果娃娃里检测到有断针或是不明金属物体 机器会发出警报 并将产品传送回来 就像这样 将所有治检步骤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包装发货了 这就是我们裙子的治检环节 本期内容就先这样 还有想了解更多详情的 可以通过后台私信与我们联系 感谢您的观看